A,and I,and E,後面再串一個I 可是你說老師這個其實有點難懂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Range裡面你可以利用逗點 告訴他哪一個左上角,哪一個右下角 這樣也可以 左上角右邊 所以假設你要把剛剛的部分用第二種寫法寫也OK 那我寫一次給各位看 比如說原來的寫法是用Sales 原來的寫法,這個我把它先註解一下 這個記得是這邊按右鍵,這邊有個編輯 這個編輯有沒有 我是建議可以把它 如果你要註解就按一下 他這邊會加個單位 如果取消就按一下,這邊有個註解 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把它改回好了 這邊 然後 這個嘛 這個儲存格的底色有沒有 那哪一個A藍的底色 OK A藍的底色 那原來是這樣 那我們剛剛第一種寫法 這個是一個文字 等於一個字串 但第二種寫法是 你只要用Range的話 第二種寫法是這樣 你可以把這個Range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Sale的前面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Range裡面 你加兩個東西 一個是哪一個開頭 一個是哪一個結束 有沒有 所以我們將來是A藍開始 E藍結束 所以把這個再複製一個 這邊改成1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加一個後刮弧 那這個的話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從A藍的那個A級 比如說 找到的話應該是12嘛 應該是這個好了 假設第一個找到這個 那應該這個是第13列 所以這個I等於13 所以A13到E13 它就會選起這個範圍 然後再加一個底色給它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敘述方法也OK 它哪一個方法 你會比較熟悉 你就用哪一個方法 好像看起來 這個寫法會比較簡單 有沒有 因為你其實只是在這個Sales的 外面包一個Range 然後再加一個豆點 再加一個 這個Sales的結束那個E藍的部分 這樣好像 比那個用字 所以兩個寫法 我都有放在雲端上面 你看哪一個方法 你就要習慣 你就用哪一個方法 反正寫得出來 不發生錯誤 都可以啦 看個人習慣 這個的話 執行看看 應該也OK 有沒有 應該也沒問題 OK 結果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覺得 老師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那你就記這個就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是希望再把 剛剛的這個邏輯 改成 就是 因為理論上 這已經蠻不錯的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哪一個號碼了 如果你還看不懂 那真的是 沒辦法了 但是 總是那種老闆會想說 這很麻煩 這我還在向下捲動 你就乾脆列一個清單給我不就好了 我不用在那邊捲來捲去 如果它資料很多的時候 你不是一直捲一直捲 看完上面下面都忘光了 還要自己在那邊拿一支筆 在那邊記 拿個號碼 那不如你乾脆給我個清單 對我來說比較省事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找到的這個A有沒有 複製到這裡的話 所以這個地方會需要學會一個 如何把找到的這個儲存格的內容 複製到另外一個目的的儲存格 那你說老師複製怎麼複製 是不是Copy 沒有啦 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等號的話 在這裡不是等於 在這裡指的是後面的資料放到前面去而已 就是複製啦 OK 所以怎麼做 我做一次看看 第一個 我們把剛剛這個程式 直接改一下 因為我不是要抵設 我是要那個儲存格 所以那個儲存格 是哪個儲存格 那個儲存格是這個SalesI列的A欄 也就是往下找 找到的話就是13 A13 那就是12 那我要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F2 所以如果你要複製到F2 這個寫法怎麼寫 很簡單 中間加個等號 然後前面的話 加上一個F2的儲存格位置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Range 也可以用那個什麼Sales 都可以啦 你說老師的地方 可不可以用那個Range 可以沒問題 不過我統一一下 反正都用Sales 那意思就是把找到的這個12的號碼 幫我複製到F2的位置 OK 那他就會一直找一直找 不過如果現在一直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得到的會是39 為什麼39 因為他找到最後 因為他一直蓋掉 12 然後現在可能21 然後就是最後39 所以你說不對啊 老師不能一直放在F2的位置 那我們是希望 如果當他第一次放的時候 是放第二列 之後呢 每放一個之後 就幫我再加1 所以這個敘述的話 很簡單 以後我是蠻推薦各位K 我自己習慣寫法是 請你在F4回圈上面增加一個變數叫K 他剛開始是放在第二列 所以這個K指的是 你要放在哪一列的意思 所以他的初始值一定是2 放在第二列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改成K了 OK 然後什麼時候讓他加1 很簡單嘛 把它摳過來之後的下一行 摳過去之後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呢 K等於K加1 那意思就是說 他會幫你加完之後覆蓋過去 所以2加了1之後啦 變3對不對 摳過來 所以K就被覆蓋了 2就變3了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所謂的變數 他就會不斷在改變的 他會一直被蓋掉 跟你的剪貼布一樣嘛 你剪貼布C 下一次的C 前面就不見了嘛 OK 道理是一樣的 好 寫完了 這樣OK了嗎 好像蠻簡單的 有沒有 剛剛格式化Call過來 中間這一行槓掉 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Call到F2 所以這裡的話 這個等號就是Copy 有沒有 所以很多同學常常問說 老師我寫那麼久 Copy是什麼意思 我不會 其實Copy說等號嘛 你不要一直把等號當成等於好不好 你數 是以前數學中毒太深了嗎 每次 我發現很多同學 一直被以前的等號 就一直 可能是因為你已經被洗腦的很深 還是什麼 就是整個就轉不過來 這個地方雖然也是等號 但是它不是那個意思啦 不是等於喔 你不要一直 我發現很多同學是轉不過來 老師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是什麼意思 我說它就把後面是要 複製到前面嘛 OK 他就沒有啊 這明明是等號耶 所以我一直常想說 你可不可以放下 你可不可以不要 你忘記喔 你忘記 我寧可你完全沒有學過數學啦 OK 你學數學反而被耽誤了 說真的 不是那個符號永遠只能做那個用途啦 OK 所以如果你能夠 忘了那個符號的意義的話 其實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發現從常同學都記得 我每次跟他解釋 他就一直不懂 所以我說你暫時忘掉你以前學的好了 我寧可你是一張白紙 對喔 你如果是一張白紙 我比較好跟你講 你就不會一直被干擾 OK 所以這個就複製喔 所以這個等號千萬注意喔 把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前面去 就這樣而已 所以執行 答案就出來了 有沒有 F2到這個F8 就是我們前七名的資料了 OK 當然我只是舉例啦 不一定七個啦 你這樣要幾個就幾個 那工作裡面應該蠻多 就是你要把你想放 你找到的資料 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做一個清單 這個需求應該還蠻多的吧 只是說以前用人工來做啦 所以以前用人工來做 那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寫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程式 不過啦 像這樣的寫完之後 馬上就有同學 又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可是老師我如果希望排名 按照順序可不可以 有沒有 目前好像我們找到 就是先找到的就放第一個 可是我希望喔 這個放第一名的 這個放第二名的 有沒有按照那個名次排喔 不是按照先找到就先排 那怎麼辦 哇 這又是燒腦的題目了 不過其實啦 沒有那麼 就是你如果想到簡單的 後來想了很多版本 後來發現其實大概頂多增加一行吧 大概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只是說你要知道說該怎麼改 所以你們先不要先想後面的 你先把這個問題先解決 所以剛剛頂多只有改了這個東西 然後並且加了一個K喔 有沒有加這個 然後把它加一個K K等於二指的是初持 然後K等於K加一是 他每放一個之後往下放 就是加一嘛 一直往下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清除自己寫好了 前期明清除喔 就是用Range把它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